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周报 我是李凡飞 高雄车站即将完工启用 但是因为车站附近被道路包围 没有地下连通道可以连接到附近的商圈 旅客得过马路走平面的道路 除了容易受到日晒雨淋的影响之外 车流也会受到阻碍 更会减低旅客到附近消费的意愿 引起地方的讨论 站东路和站西路 把即将完工启用的高雄车站包围 旅客进出车站得过马路走平面道路 没有地下连通道减少外在因素的影响 让议员和商圈理事长很傻眼 如果改天如果在平面上发生车祸怎么办 是师傅要赔 还是那个人倒霉 而且如果在下雨天的时候 客人从地下道要爬上来 购买的这个人的意愿都比较少一点 现在就我所知是在车站的南侧跟北侧 他当初为了要跟捷运的站体做一个衔接 他有预留一个通道口 有没有可能做一个 能够跨越快车道的地下连通 直接到火车站的对面马路 然后在那边再做一个像台北市 这样子的一个小型的出路口 对于交通部铁道局负责新建的高雄车站 没有地下连通道的设计 市府交通局表示 也只能用标志标线和号制等方式 让旅客能够安全地通过马路 也希望进入站区的车辆能够减速迈行 比如说行人的早开的时项 就是说我可以让行人的秒数 可能提早开5到7秒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让这些车子能够注意到有行人在穿越 那其实我们也持续都在做一些宣导 这些驾驶人要离让行人 人一定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交通局他们就一定要去规划好说 到时候人从现在的比方说这个每日可能 假设每日可能1万人次到未来可能周末的时候 可能会到5万人次6万人次 那这整个的配套以及这个演变过程的适应 这个就是我们交通局他必须要去训设法 而为了吸引到达高雄车站的旅客 能够走进市区的特色商圈消费 市府推动表参道计划 改善了车道附近的步行环境 高雄市议员张博洋则建议 在中山路的人行道上推出餐车试集 但需要修改自制条例才行 以达到振兴商圈的目的 因为我们的中山路这整个特区 人行道非常的宽 美丽岛大道啊 对 那我们要使用它 我们可不可以订定一个 火车站到美丽岛中间这一段路的自制条例 我们用农机奖励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奖励的一个方式 然后把商圈的活动或店家的活动 倒来这两侧 让它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 在人行道上会有一些商业的活动 那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活动 当然你就会带来人潮 当初在南华路那里 也办一次香榭大道的喝咖啡活动 刚刚议员讲的这个是可行之道 因为如果在火车站附近 在办这些活动真的不错 因为人鱼会带进来 人的空间会坐得越来越宽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 现在在表参道计划里面 我们会增加行人的这些通行的 比如说人行道的宽度会做增加 那人行道的宽度增加以后 让人可以走得更舒适 大家都期待高雄车站 尽快完工启用 但又优先没有地下联通道 影响旅客进入商圈消费的意愿 美中不足的部分 只有在各界集思广益 让车站带动商圈繁荣的愿景 能够成真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 卫福部台南医院和城大医院策略联盟合作 扩大到护理的层面 其中为了照护病情稳定的住院患者 特别向健保署申请了住院整合照护服务 不只照护品质可以有保障 费用也比家属自己聘请看护 节省了超过一半 所以事半五个月 就有超过100位患者接受服务 满意度相当高 面对台湾这样迈入超高龄社会 一旦家里的长辈住院没有请看护 就要面对全家轮流照顾的负担 对此台湾医院向健保署 所申请的住院整合照顾服务 除了提升医疗品质和安全 同时也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 除了有24小时的专业照护 每一天还只需支付950元的费用 真的很感兴 像我们24小时只收950元 可是如果一般在医院 你如果自己自聘一个看护 一对一的话 一天要花2600元 而且他如果说 今天他的体重比较重 他会加价 还有就是他如果有感染的风险 他也会加价 那像我们这一个费用 950元就包含了所有 因为费用等于是市面上 请个别看护价格少一半 加上照护人力又有专业的分级分工 都让家属更加安心 虽然计划才事办5个月 就已经有超过100位病人参与接受服务 同时有很高的评价 我们这个是有跟健保局申请费用的 所以一定是要有健保的身份 如果说重症需要一对一照顾的 这个就比较不适合 因为已经病危了 你如果再用团户的话 这样子风险是比较高的 这个部分就是会排除 医院表示病人或家属对参与这个方案有选择权 只需要询问医院联系窗口或是护理站 经过评估合适收案 就能够享受这项贴心的服务 记者顾恩吉台南报道 新北市府结合山林还有城镇旅游 再次推出了微笑山线大纵走旅游路线 纵走路线以山林步道串联在城镇之间 不仅提供了体验独特山林资源的机会 同时也让游客透过山林步道的穿越 深刻感受不同城镇的文化独特 新北市政府推广微笑山线大纵走旅游路线 由大洞山系段 渊山山系段 天上山系段 二隔山系段 及五分山群段所组成 以山林步道为主 结合自行车道 产业道路 及大众运输等路线 规划出总长108公里的家山旅游路径 沿途从树林 英哥 三峡 土城 中河 新殿 深坑 石定到平溪 这条路线串联不同的山系线段 快速走入台湾独特的山林 享受封锁支援 俯瞰城市景致 也能顺游周边城镇 去体验这座土地伴随山林发展的煤矿市 蓝染文化 茶叶产业等城市在地故事 可能蛮辛苦的 比如说像我们去到皇帝殿 皇帝殿这边就必须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 那下山的话也很陡 那所以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山区 它有各式各不同的美好跟困难的地方 那不论如何我认为 其实它是一个我们的市民非常非常适合 安排的一个假日休闲的一个选项 而不是都是在一些大卖场 或者说游乐园这样子的地方 那当然市民透过这样的活动也可以强健提破 微笑山线与民间店家组织单位响应合作 建立15间可供民众咨询的微笑山线资源的服务据点站 并依据实际状况提供各式服务 另邀请台湾知名青年书法家徐金伦 为服务据点设计识别牌打破传统形式 将书法线条与微笑山线的理念整合 作品异象别具现代创新风味 那这一次我们把五大三系 作为108公里的规划的路线当中 穿越9个区 从我们的四年 阴哥 土城 三峡 然后慢慢走到新店 甚至到深坑 到石定 到平溪 也包括到中和来 所以其实这个山系这一走下来的过程当中 你们慢慢可以体验海拔200到600 晋山之美 还有很多的生态 我相信现在这个季节 如果要看营火虫 这整个都会是营火虫 以这个季节看我们刚好吸水流下来的时候 清澈一定有古花雨 所以很多的生态就会在这个地方展现 今年也将推出10场微笑山线 纵走旅游体验行程 近身感受微笑山线的美好 走路嘉山探访美好山林 首播活动从5月28号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 更多新北市旅游资讯 请上相关连接查询 记者也根据新北财产报导 基隆端午节龙州赛 之前因为疫情停办了4年 今年终于恢复举办 6月10号将在八斗子渔港 用嘉年华的方式登场 许多选手教练相当期待 虽然报名的队伍只有20队 不过选手说这样也能维持 传统龙州赛的氛围 让端午气氛更浓厚 来将台中头 基求 我们台湾通调五村 副市长邱佩玲担任点金官 循着开光仪式 替龙州点金 祈求航行平安 接着即将仪式 也马虎不得 在道士的引导下祭酒败三生 典礼之后三生素果全都要抛向大海 打熊黄酒 象征对大海的尊敬 因为疫情停办4年的基隆端午龙州赛 今年恢复举办市政府和体育会选择量成及时 举行点金开光 即将下水典礼 今年是第二次我参加这个活动 非常庄严 那今年跟以往也不太一样 疫情前的时候不太有龙州 那今年开始有20队 那10月6月10号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活动 明镇出办了有立誕 也有嘉年华 所以很希望基隆的民众 一起来看龙州 享受端午节 和家团圆的气氛 睽違四年龙州赛恢复举行 不少选手和教练相当兴奋 体育会说 6月10号当天会以嘉年华行事 邀请民众一起同乐 而明年将争取 回到基隆港举办龙州赛事 在国中的时候有参加过全中域 然后已经有四年没有华了 很开心在毕业前 还能够有机会再华一次 还蛮期待这次的比赛 这是 断罗龙州呢 这是一个传统的 传统的一个赛事 然后我们学校 八楼高中呢 都会来参与这个比赛 往年的时候 有参加的时候 我们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选手们呢 学生们也都非常的期待说 这个比赛 然后这也可以让他们在高中生涯当中 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回忆 疫情 休息了好几年 今天重新办 虽然场面没有以前那么热热 可是慢慢办就开始 我们也有跟社长建议啊 明年可以改造基隆港 就是我们海洋广港前面那个 横的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水道 而且那地方啊 知名度高 外线是要来看也可以 我们基隆港赛龙州 我们以前在基隆港也办过两次 希望说在市政府还有港务集 跟议会大力协助家 今年基隆 龙州赛总计有20支队伍报名参赛 当天还有粒蛋及表演活动 欢迎民众来到基隆 参加全台唯一的海上龙州赛 一起看龙州 大家放松的体验 看见琳琅满目的器具 以为来到医院了吗 别担心 这里是让你耳朵放松的柴耳管 这些器具是用来协助客人柴耳的 专业仪器 每一项都有自己的独特功用 而究竟什么是柴耳 跟自己挖耳朵有什么不一样呢 过去一般人对柴耳来讲 不就挖耳朵 对不对 就是好像也没什么好体验的 可是真的来 来清理这边过后 发现觉得其实柴耳跟传统 过去的挖耳朵的那种既定影响 真的不一样 特别的放松 就是现代人真的很需要 身心灵的放松 四方的出口这样 就像你自己按摩 跟别人帮你按摩 是不同层面的一个享受跟放松 对 那耳朵里面有很多的神经 特别是弥走神经这一块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掏耳朵 在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会睡着啊 或者是他会有很放松的感觉 会觉得怎么那么舒压 对 可是跟你自己挖是不一样的感觉 在正式进入彩耳前 彩耳师会协助客人 一同透过内视镜 确认耳道状态 再进入彩耳的正式程序 彩耳师也会使用各类专业仪器 为客人细心的掏耳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客人来啊 那来之后 我们还会透过内视镜的检测 帮他找出来真正痒的原因 跟不舒服的原因在哪里 除此之外 彩耳过程中的触碰 都会让人产生颅腔内 ASMR的苏玛感受 让整个彩耳过程 不仅耳垢能被清除 还能得到通体舒畅的愉悦 其实除了环境音之外 我们在操作彩耳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手法 我们会透过石油道的工具 然后进行里面的一个放松 你会有感觉也会有听到 然后前面的话会有一些像 孔雀羽毛啊 放松 舒养我们的三叉神经 对 那再来的话会有一个 你刚刚提到的颅内高潮 我们会有一个颅内按摩 这个颅内按摩啊 就是透过我们的音叉 然后还有凭这种方法 帮我们进去 颅内按摩就是没有经过大脑 我们大脑不是会有脑袋 会有头壳嘛 可是它是最靠近 头颅里面的按摩 很多人在那一煞浪之间 就是哦 我就拍滚耶 马上就打呼了 对 它可以达到最深层的一个方式 本身我睡眠就不好的人 然后就有朋友介绍 来这份柴耳 我会觉得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 让我觉得很放松 然后而且又可以做到一个 我们耳朵的清洁的一个 一个过程 那我感觉就是很舒压很舒服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既能够清洁到我的耳朵 还有我的洗耳朵 醒来之后 我会觉得 整个人就是好像 睡了八个小时的感觉 来到柴耳馆 不仅会得到耳朵触觉上的感受 整体空间舒适 空气也弥漫着让人放松的精油 结束一整趟柴耳过程后 还可以得到一份小点心 舒缓身心 让客人有最全面的放松体验 记者朱经纬 周福庆 高雄报导 为了让议员还有议会的员工 可以兼顾工作与家庭 台南市议会设置了育儿新子空间 议长邱莉莉宣布启用之后 也特别带领副议长林志展 以及多位议员在现场参观 让有托育需求的议员还有员工 肯定打造友善工作环境的用心 台南市议会这个空间 不仅是为了在问证时 需要自己照顾幼儿的议员 包括议会员工 也可以在有需求时候 带孩子来使用 养育四个孩子的议员沈嘉凤 在该育儿空间开放第一天 也正好带孩子来体验 从地板到墙壁的软垫 加上游戏器材都有安全设计 让孩子可以安心来玩 对此议长邱莉莉 在许多议员陪同正式启用 有很多小朋友 可以适合在年龄的一些玩具 或者是说游具 在里面让小朋友可以玩 让我们的议员先进 他们在问证的时候 如果刚好带小朋友来 也不方便带到议场的时候 可以让他在这边来做一个玩耍 议会宝宝在六月份即将要诞生 那我们希望营造一个 我们非常让我们议员可以安心问证 那亲子共荣的一个空间 为了打造友善职场 台南市议会设置育儿的亲子空间 部分党派的议员都认同表达肯定 记者观集林荣庚台南报道 新北市春季包种茶产季开始了 从六月起连续三个周末都有精彩 新北好茶展授会 六月一号首场在新北市民广场举办 集结各区六十个特色摊位 接下来两个周末将会移地到平林区公所 欢迎民众前往参加一起喝好茶 新北市辖内茶叶栽培面积为七百五十三公顷 茶叶产量为四百二十六顿 其中最大产区为平林 栽培面积达到四百八十八公顷 年产量两百八十二公顿 占全市百分之六十五 为包种茶的主要产地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 包种茶有百万冠军茶之称 新北市结合在地青农协会打造多元伙伴关系 以发展在地特色产业链 将新北好茶品牌打造消费者信任的品牌 建构永续农业 与营造良好的生产环境 在新北市平林区公所广场前举办 有水岸野餐 萨普利奖体验 还有薰花茶 那我们在六月八号 六月九号 六月十五 六月十六 就是两个周六 周日 在我们平林主场都有很多元的茶节活动 有四大主题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新北好茶市集 那还有我们的水岸的活动 包含立奖啦 水岸音乐会 都会在这个我们的水岸来举办 那在我们的廟堂 百年的老庙 一百六十多年的老庙 十五号 十六号在平林区公所 市民活动中心举办千人风茶 那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我们在平林首度办理的千人的风茶活动 这个活动真的是平林第一次来办 而且呢 今年也特别的拜托我们的平林农会 拿出今年春茶的得等的好茶 来当风茶的这个茶叶 等于是你来参加呢 每个参加报名的人只要三百五十块 其实只是买那个翁啦 你就可以在一个非常 在有专人带领的这个情况之下 在充满风茶的仪式感当中 去把你的祝福 你的心愿 你的梦想 都可以封藏在里头 另外还有茶香走独小旅行 游在地讲师带领平林一日游 民众也可以探索茶香平林姿妹 记者已根据新北条报导 全国进入肠病毒流行期 根据卫福部统计 近期因为肠病毒急诊的人数 创下十年新高 由于五岁以下 婴幼儿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 为了守护弱势幼童的健康 自曝家里三宝 曾得过两次肠病毒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宣布从6月17号起 将针对涉及台北市的特定弱势儿童 全额补助肠病毒71型疫苗的接种费用 初步估计将有800名 两个月到6岁的幼儿可以受惠 这个肠病毒的话 其实大部分都会自己好起来 但是最怕的 最怕的就是会引起重症 那引起重症的部分的话 他主要会造成心肌炎 或者是脑炎 那是最重建的 两个严重的这个重症的情况 那他会出现一些前驱症状 包括就是他可能会 四岁 意识不清楚 那可能说这个会一起持续的呕吐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 他是我们吃东西会吐 那可能是比较像胃肠不素 但是我们吃东西也在吐 那可能就比较像脑压增加 那可能真的要特别小心 那再来是他呼吸会心跳加快 跟心跳都会加快 这可能有一些 心肌炎的症状出来 那最重要就是有一个就是 他可能会出现一个 肌药型的抽搐 马届儿童医院额医部主任基辛 详细说明罹患肠病毒重症时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由于肠病毒流行逐渐进入高峰期 两个月到六岁前的婴幼儿又是肠病毒重症的高危险群 施打肠病毒疫苗是最好的预防方法 不过施打两剂肠病毒疫苗费用加起来将近万元 自爆家中三宝城两度感染肠病毒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特别召开记者会宣布 6月17号起将针对台北市弱势幼儿全面补助肠病毒71型疫苗接种费用 希望一起守护弱势幼童健康 最近已经进入到肠病毒的流行期 那预计这个月底到六月中会进入高峰 那其实卫福部有做过统计 近期我们因为肠病毒而急诊的人次 创了十年的新高 所以在这边台北市 我们对于照顾孩子 以及确保幼儿的健康一直是我们的使命 那我也跟陈局长我们讨论 对于肠病毒疫苗的施打 其实是对于预防肠病毒 以及后续可能的重症是非常重要关键的一环 大家知道五岁以下的孩子 特别是很有可能之后会转为重症 他们是属于高贡献的族群 所以肠病毒疫苗的施打相关的费用 其实也是非常的高 一剂要4000到4300左右 那两剂完整的施打 那就要接近万元 所以对一般的家庭来讲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我自己就有实际的经验 我的三宝 他才一岁半 他就得过两次肠病毒 那当然一次是去年 今年又再得 肠病毒其实非常的不舒服 我可以分享一下 小朋友就是好像喉咙会有水泡 然后全身会有疹子 那他吞咽都很困难 会痛 所以原本像小感冒 我们就给大家多喝水啊喝奶 他大概会比较快好 但是因为喉咙会痛 他甚至连喝奶都不愿意 那更不用讲照顾的爸爸妈妈或家人 其实也很辛苦 那如果又是双新家庭 那小朋友如果有送去托婴托幼 如果班上又必须停课 或小朋友生病 他也没办法到学校 其实对家庭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也基于此 我们特别在今天跟大家宣布 台北市 我们对于相关的对象 给予肠病毒71型疫苗补助免费施党 台北市卫生局长陈彦元 也进一步说明肠病毒71型疫苗 接种的补助对象条件 初步估计将有800名幼儿受惠 针对刚才市长提到的 我们台北市相对比较弱势的 一个家庭的孩童 来进行所谓的补助 包括低收喊病重病的儿童 还有脆弱家庭的儿童 还有刚才市长提到的 关于关癌之家的一些院童 我们给予补助 那只要攜带相关的一个证件 包括儿童健康手册 跟健保卡 到我们台北市的特业医疗院所 长病毒接种的一个特业医疗院所 那都可以接受免费的一个疫苗的接种 卫生局方面表示 目前长病毒流行已经进入高峰期 不过暑假可能又会有另外一波高峰 他们会持续观察疫苗供应情况 以评估是否要扩大补助 台北市长病毒疫苗补助 一起守护幼儿健康 新冠肺炎爆发改变了很多事情 不过也有人透过这个契机转型成功 这间在高雄的生活艺术空间 就全面转型为蔬食餐厅 在转型过后反而更加符合这里的气质 让许多客人愿意一来再来 享受这里独特的人文空间气息 我觉得空间给人的感觉很舒服 就是让你可以在这边慢慢地享受这边的食物 然后不是那种吃很快 然后很快就要离开去赶下一趟的行程 让你可以在这边享受整个空间 跟享受食物有一种步调都慢下来的感觉 独特的人文气息 成买艺术色彩的空间 这里是位在高雄的老字号生活艺术空间 至今屹立不摇四十多年 几乎称得上是在地相当重要的 复合式艺文中心 过去基本上菜单荤素皆有 但在2021年的疫情影响下 经营者转念后决定转型书时 默默地也让这里的气质更加提升 技术榜是一个技术人文的空间 就是提供给大家 不知道可以在这里用餐 也可以在这里用餐 或是可以在这里用餐 一些外族人有的问题 旧长期用这样用心的经营 所以我们技术榜的地方 出入到大家的气质都不错 就是说通道相好都会来 一个报一个来 技术榜这里推电用素的来给大家用餐 风令食材是他们的特色 在烹调时也减少添加物使用 并遵循永续生态的原则 也让他们获得了律食宣言认证 书时转型落实得更加彻底 以前基于种种困难 因为书房到现在也接近四十年了 你看在疫情的那时候分转数 那也是经过三十几年 你突然入市要叫他改修 比较简单 可是他一直在酝酿中 他一直想要 有时候我们一直想的酝酿中 刚好就有疫情 所以刚好趁这个机会 也把它变成就是这个动力 所以说好事坏事难受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把它缩边了 然后趁这个机会重弄 就干脆也是就弄成素的 我自己觉得分转数的 律书房的空间 让我觉得我更喜欢 转型为蔬食后 似乎更符合这里的气质 这里的每一道料理就像家常菜 但又有着独特的高级感 即便是看似平凡的水饺 以及很常见的猴头菇 也能被料理得别出心裁 被坚果味提香的拌面 更有被艺术熏陶过的浓郁香气 我觉得比起家常菜 更有一种高级的感觉 然后他们很尝到食物的原味 不会做过多的调味 所以你吃的过程中 尝到食物最原本的味道 很舒服的感觉 就是用餐环境也好 还有它料理的内容 对 它的食材很新鲜 这个空间虽然是经营者的 但同时又是大家的 这里虽然是个餐饮空间 但又同时是个画廊与艺术空间 这个空间希望可以让人在城市里 感受到大自然的舒适 并透过健康的生活品质 态度和饮食 让所有人都把艺术生活化 记者朱镜尾州父亲高雄报导 台南一间果菜行的老板陈建文 年轻时混迹黑道 多次进出监狱 后来受到宗教的影响走回正途 如今自食其力开启果菜行 并时常举办义卖 帮助弱势的族群 台南市议员曾之杰 被陈建文改过向善的心所感动 特别亲自搬着一箱箱的蔬果协助叫卖 这次易卖的所得也将全数捐给 台南市脑性麻痹知友协会 气魄十足的叫卖声 隐约感受出老板陈建文的 兄弟开口 过去口袋里没有个五万 不想出门的他 如今赚个五块十块 就能让他很感恩 因为这都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 以前身上没有五万不出门 以前比较没想到 都参与冬冬 现在卖菜五块十块 炭很好 以前是做过什么代表 就 上的地方都做过了 也终于很久很久的时间 会从逞胸斗痕的兄弟郎 改变成为脚踏实地的美菜郎 除了是因为家人的期望以外 另外一厢助力 就是受到盛巡堂金虎爷会神尊的感召所来 而且不只改变自己 周围的兄弟伴 陈建文也希望一起将他们导回正途 就是因为虎爷会这样看 做工也不 做工也比起头好 周遭都是一些 看到以前的自己 就教他们买菜 教他们来做价头 有兼人改变 以前的兄弟做工来做 也有了 也有了 也是都乖回来 艺员曾之杰某次跑摊时 看到陈建文在路边易卖 深入了解后 被陈建文他们的善行所感动 所以这次特别亲自到场协助易卖 希望能够号召更多有爱心的朋友 一起来关怀弱势 跑行程的时候路过 看到有一群年轻人在这边卖菜 我觉得很特别 于是我停下来跟他们聊了一下 后来发现呢 是有故事的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 很值得被我们社会大众来了解 知道 然后再来肯定这些年轻人 在过去我们今好的 果菜行的建文老板呢 过去比较年少青黄 但是他看他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了 所以他觉得他好像不应该再这么叛逆了 所以他决定来改变自己 那他也很成功的改变自己 那他在改变自己的过程中呢 他又发现有很多少年跟他一样 也是血气方刚 比较叛逆一点 所以他就引导他们 所以才有今天这个金豪果菜行 那金豪果菜行里面的成员 都是一些年轻人 那他们很正面 也很吃得了苦 在这个我们这个算是仁和路的路 这个金虎岩会门口在不定期的呢 会在这边贩卖一些蔬菜水果 那他们贩卖的水果都非常的亲民 最主要他们是希望说 给社会大众一些正在叛逆的年轻人 一个很好的示范 这次的义卖总共卖出一万八千多元 这些占款也将全数捐给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 陈建文说 青菜水果意卖的活动 未来他也会持续举办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多支持 一起关心弱势族群 记者张硕为台南报道 2024卢竹炫艳农游记 周末在大谷山福山工钱广场盛大开幕 今年以夏日缤纷派对为概念 在大谷山步道公园 以及坑子溪休闲农业区游客中心打造了双展区 有梦幻的地景科技登市艺术展 以及一系列的活动 邀请大家体验卢竹之美 3 2 1 3 2024卢竹炫艳农游记 周末在大谷山福山工钱广场盛大开幕 今年以夏日缤纷派对为概念 缤纷大谷享乐坑子为主题 在大谷山步道公园及坑子溪休闲农业区游客中心 设计梦幻的地景科技登市艺术展 并且规划一系列特色活动 拍幕当天更现场抽出 冲绳四天三夜双人游海班活动现场 这次的训业农游记 我们6月1号正式的展开序幕 那由我们那个卢竹区公所 在我们的那个大谷山 我们举办了一些相关的一个 6月1号的一些艺人的一个活动 以及我们晚上会有大谷山的一个登视 那让那个能够 桃园市的民众都能够来卢竹 能够享受我们的百万夜景 那以及我们在6月2号 我们也跟农业局会结合相关的一些活动 来去做一些农游的一个体验 让希望这个桃园市的那个民众 都有空都能够加入来到我们卢竹 来看我们的百万夜景 除了有美丽的灯视可以拍 这次也结合农业局与在地农场 推出30T次的农游小旅行 及10T次食农教育体验 让民众免费参加 欢迎大家一起来体验卢竹之美 今年特别把卢竹的大谷山休闲农业区 以及坑子溪休闲农业区 以及我们阳筹坑的这个步道的甲虫记 互相来结合 从6月1号到7月28号 天天都非常的精彩 包括我们可以做8个场域的农室的体验 那我们有30个农室的小旅行 给大家来报名参加 欢迎大家白天来卢竹 来做生态的旅游 食农教育DIY 那我们夜间呢 可以到我们大谷山这边来赏夜景 来逛我们的农夫市集 好吃好玩好康好精彩 就在我们卢竹炫夜农游记 活动期间 不仅有各种精彩的展演与小农市集 还邀请金曲歌王许富凯现场演唱 美丽的艺术灯光 搭配夜景与歌声 带来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与听觉的 双重响夜 今年卢竹曲工作特别打造地景科技灯饰移书展 以沉浸式的灯饰 互动体验 透过手机AR技术增加民众赏灯乐趣 设计超过十个主题的灯饰不止虚 开幕当天虽然有点飘雨 仍然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共享盛举 大赞活动办得很好 而且超级好拍照 还不错 你喜欢哪个地方 我觉得这灯光都很漂亮 灯光都很漂亮 对 那去年有来吗 每年都有来吗 今年第一次 今年第一次 2024卢竹炫业农游记 串联大谷山及坑子溪两大休闲农业区 八处特色场域及十种特色农事体验 透过梦幻地景科技登视跟丰富的系列活动 打造浪漫惊吓首选卢竹的在地特色 从6月1号到7月28号的假日 还规划免费农游接驳车 可以轻松畅游卢竹两大修区 邀请大家一起来拱翔盛举 知识来我一同一报道 高雄轻轨已经成为城市的特色之一 不过游客到高雄搭轻轨欣赏美景的时候 经过古山站到古山驱公所站一带 却发现窗外的景色瞬间变得很不美观 不仅充满违章建筑 还有挂在外面的内衣裤 里长也抱怨这一带原本就规划要拆除 但是拖了十几年都还没有处理 在轻轨的轨道旁 竟然有一片脏乱的巷道 甚至有民众将衣物晾在外面 一整片破败不堪的景象 与象征现代进步的轻轨很不搭嘎 这里是古山区的古山二路182巷道 新隆路一带 轨道仅邻这座部落 原本该拆除的违章建筑 拖了十几年还是没有处理 这条六名计划巷道 已经自我做里长到政府十三年 差不多每一年都扳回坑 但是扳回坑一年过一年都没有动作 所以我妈这是很严重 这是计划巷道 这是一定要开的 这开起来对环境卫生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这也比较整洁 他们生活品质也会提升 保守里好像是被遗忘的一个社区 你如果从古山路走到向上 都没有一条正确的路 这样可以四通八达 不是关锅 不然就是动条 消防车 救护车 真的很不方便 许多违章建筑的外墙 都已经被贴上要求拆除了警告单 但经过风车雨林 已经不知道经过几个年头 仍然没有执行 当地居民也都渴望妥善处理 住得离轨道相当近的居民 甚至面临可能因失智 跌落轨道的风险 我心想就是这样 尽量可以这些街道 可以听起来 让要过路 买车更方便 更不避险 小朋友在这里走 在轻轨过去 风吹这样很避险 有时现在轻轨 已经在通了 在通的时候 这个旁边 都是一些年长者 直接走来走去 不然如果他身体不适 去到轻轨这边来 这会产生生命的问题 新工处 他们主办人员 常在说 有几户在反对 我说反对 当然会反对啊 你要跟人家讲说 搬迁会多少啊 拆除多少啊 补赏多少啊 他们可以拿到多少钱 他们心理上就会动嘛 轻轨是现在高雄的交通门面 但在古山一段 却有这样不美观的巷道 不仅造成观感不佳 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 开辟巷道的计划 对于高雄市 与当地居民来说 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记者朱经纬 周福庆高雄报道 国立台南佳琪高中流行服饰科 举办毕业成果展 主题于静 申告高中三年的学习之旅 迈入尾声 但坚持理想的初衷 将如风起燎原 照亮未来梦想实践之路 每名毕业生以专业设计师的标准 要求自己的作品 更自己担任模特儿 来展现制作的成果 为三年的学习之旅 留下美好的印记 不管是复杂做工的白色婚纱 还是小丑风格 到甜美系列的服装 这群学生都能驾驭 佳琪高中流行服饰科 113级毕业展 以余境为主题 学生不仅用专业的标准 呈现作品 更担任模特儿 展现制作成果 余燕未尽的火 它其实也有比较属于光明的意思 那我们高中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 其实这个主题也代表着说 是另外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大概是以暗黑风为主 然后有一些折纸 蛮多折纸的 或者是有一些戳布的部分 然后还有很多串珠啦什么的 为了这场毕业成果展 学生们在事前投入充足的准备 包含款式设计 打版、裁剪、配件设计等等 其中应届毕业生曾伟胜 是这届流行服饰科唯一的男生 与同族伙伴合作无间 发挥设计创意 营造伊甸花园的清新风格 我是设计一个无袖的西装 然后再去加上我们大家共同的元素 就是用毛线去打最近流行的Tuff Team 服装不只是像之前一样 局限在家政群 我觉得就是也非常适合大家来学习 那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非常惊喜的成果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有鉴于在最近的一些少子化的浪潮 那我们在两年前 我们的流行服饰科也开始了 就是我们有两个特招班 第一一个是原来服饰科的特招班 那第二个呢就是整体造型的特招班 佳琪高中智力培育服装设计造型领域人才 每年透过成果展 都能看到佳琪多元融合的校园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 由两名应届毕业生肖廷安与林燕安 是服装设计与服装制作的金手奖得主 因获国教署公费补助 前往日本培训无法登台 因此作品由他人带为走秀不留遗憾 记得想说回来谈到报道 现在半夜肚子饿也不用担心 最近高雄出现了24小时营业的无人自助拉面店 让民众可以随时到店里享用美味 而在高雄的这一间无人拉面店 除了标榜有和韩国同步的品项之外 更与饮料店异业结盟 不仅让民众吃饱也能喝足 亲自烹调韩国拉面 小菜配料也都润你家 最近像这样的无人自助拉面店 越来越多 而客人可以选的面体种类与口味 也都相当多样化 走进这间面店 就像走进拉面图书馆 而在没有店员的状况下 客人们要怎么享用韩国拉面呢 就是先到机台然后做点餐的动作 那是先点选内用 然后找寻你自己喜欢的口味 然后再去做结账 像我们可以单点那个蛋啊 起司片 猪肉片跟牛肉片 拿到单子 它的那个单号上面会有排号 那就是找寻你要的口味 这样子 拿完面之后呢 就到里面拿铝箔盒 然后把泡面放进去 加你想要的配料 就依照指示下去做烹调 只吃面的话可能会不够满足 因此这间五人拉面店 选择一夜结盟 与饮料店共同合作 客人还可以在点餐时 享有加购饮料的折扣 这样的模式 也创造一夜结盟的新风潮 对 因为我们是采那个 刚好是我们旁边是饮料店 所以我们是采一夜结盟的方式合作 那我们这边如果是 有到我们这边消费的话 饮料可以每个全品项就是折十块 那就是在那个自助点亮机上面 做点餐这样子 上面就是有另外可以加购饮料的选项 对 觉得是还蛮方便的 就是至少不用自己备这么多料 有提供这么好的场所 让你来做使用 大致上就是觉得是新鲜的东西 然后自己煮也是很有乐趣 然后煮完吃完觉得还蛮好吃的 这样子 店内都有清楚的指示 让客人可以安心自助煮面 只要让机器帮你煮面 就不用担心面被煮烂 搭配小菜与起司等配料 让人能够在台湾享受 道地的韩国拉面风味 业者期待 透过这样一夜结盟的模式 能抢供外食族群 成为台湾无人拉面店的新典范 记者朱经文周福庆高中报道 台南市美术馆响应台南400盛世 举行了开馆五年来规模最大的展览 沃克海怪炮火与他们热兰遮堡400年 展览总共筹划了两年 横跨一二馆共10间展览室 30组艺术家预期实践作品 透过艺术角度思考台南400土地与人的关系 1624年荷兰人来到大园 建造热兰遮堡 各国殖民都带来不同的影响和文化 呼应台南400 台南美术馆安排30组艺术家 透过艺术的角度来看台湾的历史 关键只是在于殖民被殖民后殖民的事情上面 那殖民带来的事情不仅是只有负面的 它还有很多一些正面的交流 台湾在数百年的过程里面 一直都是某一些帝国 或者是某一些很强势国家的他者 所以我们希望用他们这个来代称说 台湾在这数百年里面 其实有过很多的角色变化 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起点 展民的沃克取其谐音 海外代表当时对荷兰人的形容 炮火讲的是战争 一张张的古地图 有的空白 有的加上船只及农作物 不仅是欲望的展现 更代表殖民下的台湾 因为贸易而跃上世界舞台 跟世界的这些交流 或者世界进入到台湾之后 产生了一些变化 从艺术的视角去看待 这一个历史事件 那也看待我们这四百年 过来之后有这些文化的激荡 这次是南美馆最大规模的展览 在一馆呈现台湾的历史脉络 二馆则是关注殖民和当代的战争 期盼观众借由多远的作品 跳脱框架 回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即将说话也谈到报道 又到了凤凰花开的季节 世新大学在六月一号 六月二号两天举办毕业典礼 欢送两千多位毕业生 影响人生的新旅程 校方特别邀请杰出人事担任嘉宾 而中家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受邀致辞 并以回答董事长黄仁勤以及自身的经历 勉励毕业生只要做好每一步工作 发挥滚雪球的效应 相信奇迹就会发生 世新大学112学年度毕业典礼 六月一号二号在世新讲堂隆重举办 分为新闻传播学院 人文社会学院 法律学院及管理学院 以及博硕士班五个场次 共两千多位毕业生 校方特别邀请杰出人事担任嘉宾 中家集团董事长郭冠群受邀致辞时表示 追随梦想是毕业典礼上的标准说法 但事实上毕业生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梦想 而要先以负责任的态度做好每一步工作 Follow your dreams 这个好像是一个所有毕业典礼最标准的说法 可Follow your dreams 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生涯开始节目 它会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呢 你们还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 告诉你什么才是你真正的梦想 第二个呢 你们很可能会因为你们的梦想 而变成眼高手低 做不了好的事情 这个观念呢 如果你去看现在台湾最热门的人物是谁 是恩利亚的黄润勋 他在身份的演讲里面 好几次讲到类似的观念 怕你Follow 阿波出的记者 要去接受拥抱所有最困难的责任 跟任务 因为这个会建立你的责任感 会建立你的执行性 和同学们 你们今天什么是最好的投资 都投资你们自己 你们今天 有什么最大的很轻 就是你们年轻 我可以给你们导致 你们好好过一个学期 现在开始 用富度的态度去做 15年以后 你们一定会有一些 一定会有一些 一辈子没有想到的梦想 怕奇迹就发生了 现场郭冠群董事长 还以有奖征达的方式 送给毕业生们牛排大餐 与三万元的毕业贺礼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表示 除了邀请郭董事长 担任毕业嘉宾 也计划聘请郭董事长 作为学校的客座教授 这五年我看到中央学院 也是郭总裁所代理的这个集团 善待我们的社会 善待我们的媒体 所以今天我们在传播学院的 这一个演讲里面 他也来帮我们 看看他的想法 那么更重要的地方 希望跟各位宣布一件事 因为是经过郭总裁的同意 本校将在今年的九月 聘请郭总裁 作为本校的客座教授 希望借由郭总裁的 这些过去的经历背景 以及它在社会的影响里 能够带给我们创作权 跟管理权 人文社会权 法权 都能够做到不同的教会 毕业典礼上还颁奖给成绩优秀 以及在校外有杰出表现的学生 并由所属学院院长 和学生代表致辞 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阮民俗 勉励毕业生 以媒体人的精神 为社会创造正面积极的影响 毕业生们也怀着感恩的心情 感谢师长的教诲 并依依不舍 与同学们的相处时光 首先呢 要先谢谢我的爸妈 还有谢谢这四年陪伴我们的好兄弟们 就希望可以本科系吧 就是往广澳大理上走 然后希望大家都要有个好结果 大学玩得很开心 尤其是大一大二 然后有点不想毕业 因为还不想就业 谢谢老师 这四年对我们的教导 我是四星女兰毕业生白琪威 然后我是公广系的 四年来 虽然在场边陪伴学妹 但是就是我都可以知道 他们在场上是很辛苦的 然后教练团也是非常辛苦 然后但是也很感动 四年来都是拿到冠军 然后也完美的落幕 这样子 现场毕业生家长 与亲友们 也前来见证 这场充满温馨 与感动的毕业典礼 并期许毕业生们 离开校园后 都能展翅高飞 迎向卓越成就 与美好未来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周报 我是李凡飞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